宋代茶人豆茶把风美雪白的芽茶视为天下精品 今天就拥护于生活为大家带来白茶之回 白米丹 茶需敬品 香能通灵 品茶之前谨然这只香 我们会以空明虚净之心感悟 如香所带给我们的禁忌 安详气息 白茶巷哪有一年茶 三年药 七年宝的美餐 可今天所拥的是依依门的白米丹 你看那茶盒中鲜柔 熔游蕴至风华 饮脆又没范形 宛如神话中的鲜蜜蜜一样 牡丹入碑 草味香 淡薄名利 高洁阳 取适量白米丹至于碑中 让咸季温温温温温 淡薄与大气 在背面随时光流转 飞中的白牡丹上下沉浮, 飞绿色的叶,或者满披白蚝的芽,慢慢的下沉,一束展开,就如那初开的白牡丹,甜淡高雅,如雅高贵。 芹在沉浮上一层, 跟她的老板是在沉浮的风格, 让她非常 bloom。 你 echt那么美, 就是在沉浮的风格, 独自温的风格。 飞玉劍珠 寇宁心弦 自然舒展的白火丹在飞中习武 绿叶称托着平平绿丽的嫩芽 美不可言 仿佛 他能听到从梦幻般的茶园里 不是传来采茶园的欢笑声 路边的杜鹃 开的镇宴 在山里茶园遥望美术 田井清洁 难得的一片镜头 茶园一山半水 这喝白茶就是在这优美风光的滋养培育下 自然生长 一碗 oblique 小柠檬 小柠檬 并且饬 生长 太不可言 有 各的 再次 十五 在这夏日时光里,清茶一壶,恰恰一次,望学宣誓繁杂,放下所有心事,愉悦清明的度过每一天。 我们能在此共饮正和白茶也是一种缘分,喝一茶的每一次相约都是人生中美好的一次聚会,愿我们有缘,下次还能相聚在此,感谢大家观赏。